第四個單字 Fountain 泉水噴泉 噴發出的水流的聯想 花園有一座噴泉 There is a fountain in the garden 在花園裡面 Garden 有一座噴泉 a fountain 那Fountain這個字怎麼記呢 我個人是這樣記 就是 fountain 中文的fountain 然後這邊寫fountain fountain就好像這個水在翻騰嘛 可是為什麼是泉水的 為什麼是噴泉呢 因為這個F 長得就很像噴泉 往上噴又掉下的水 所以fountain fountain fountain 就是噴泉泉水 這是我個人的記法 第五個fly fly就非常常見啊 國中 我們那個年代國中的叫Fried chicken 炸雞 Fried chicken Fried chicken這邊是去歪加IED 跟這個fly是不一樣的 因為fly的就變成形容詞 炸雞 Chickens are very popular 炸雞非常受到歡迎 第六個 Fuel燃料 Fuel 汽車的燃料是汽油 The fuel for car is gasoline Gasoline就是汽油 我小時候對這個單字印象蠻深刻的 因為他念法很特別 就是 Fuel 所以他不是很簡單的 Fuel 或是for 他是Fuel Fuel 那為什麼會把他想成是燃料呢 因為這個F5剛才講過他像噴泉的形狀 噴上去又掉下來掉到哪裡掉到這個u的下面 這u就很像一個容器啊 那什麼東西裝容器就是加油的時候那個油桶啊 所以一個水噴上去加油桶裡面這個是燃料嘛 所以Fuel我就這樣記起來了 第七個單字Fuse 保險絲 這個保險絲燒斷了 the fuse has blown 那這個fuse怎麼記呢 因為這個絲保險絲都有一個絲嘛 所以fuse 他發是z 但是他是s嘛 fuse 保險絲都有一個絲 所以就很好記 然後保險絲通常都短短的 所以fuse這個單字也短短的 所以你看看圖就知道了 他就是用來 就是突然電流過大的時候 他就會先燒掉 因為他中間那根絲很細嘛 他就會先把自己燒掉 所以他就可以保護其他的電器 然後 這個 我以前換過保險絲嘛 所以我就看到那個上面寫fuse 那個英文字就寫在上面 所以就很容易就記起來了 好 再來 第四個 爆開形容人物體的動作或狀態 中文同音同意字像分啊發啊肥啊 都有這個f的音 before before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before after嘛 比較前比較後 before什麼之前 這就不用特別講了 我能在他離開前見他一面嗎 may i see her before she goes 第2個fat fat的是肥胖的嘛 這個大家都會啊 fat肥的 fat肥的 很好記 he was too fat 他太胖了 第3個fairy fairy是渡船 渡船是一個名詞 那艘渡船非常推擠 還有危險哦 他講那艘船本身太危險哦 the ferry was terribly busy terribly就是非常的嘛 busy和dangerous dangerous是危險的 那這個fairy怎麼記呢 我記得以前我記法是 我把它記成飛過一條河 什麼東西可以飛過一條河 就是渡船嘛 為什麼飛過一條河 因為fairy啊 fairy re就有點像river river是河嘛 fairy 飛過一條河 fairy 所以這樣想 我就記起來渡船 就是fairy 飛過一條河就是渡船 fairy 第4個first first 第1的 這個不用講了吧 大家都會first lady first 女士優先 她是第一次參加這次探險的女孩子 she was the first girl to join the adventure adventure是探險的 第5個 for for 傻子 for the student was thought of for 那個學生被認為是傻子 was thought 所以是被認為 逼動詞加pp pp就是過去分詞 就是被動式語態 被認為 a student was thought of for for這個字呢 我以前常常跟另外一個叫for 搞不清楚 for for 就是f ull 這個是f ool for是f ull 就是填滿充滿的那個for 吃飽了 i'm for 那個for 那這個不是這個是f o f o 這個u是長音的 所以你念f o 你會感覺出來有這個u的音 啥字 那怎麼記呢 我的技法是看他這個字的長相 這個f就好像在孵蛋 這兩個蛋有沒有 孵蛋蛋 然後這個l好像人站著 所以這個人很笨 為什麼 因為他站著孵蛋蛋 孵蛋蛋站著 孵蛋蛋一般要坐著孵馬 那有人孵蛋是站著的 所以這個人很笨 啥字 for 好 第六個force force 就是這邊有怎樣 p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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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我就是寄pause就好了 force 就寄起來了 force pause 就這一個 底下有一個造句吧 好 這裡 約翰被強迫接受這份工作 你可以把它講成pause嗎 約翰被pause接受這份工作 John was forced to take this job take this job 就接受這份工作 was forced 被強迫 所以是B動詞加PP 記得就是被動語態 被強迫 was forced ok 第七個 fork 就是叉子 當你走到交叉路口 叉路口的時候 他可以當成餐子 餐叉叉的叉子 或者是交叉路口 也可以 when you come to the fork 到了交叉路的地方 turn left 左轉 好 我以前怎麼記呢 fork 叉子 為什麼 我就把它拆成兩個字叫for k for for就是為了什麼東西嗎 k 那k想 k看起來就是很像叉子 有沒有 很像往這邊 往右邊叉嘛 fork 為了叉東西的 那就什麼 就叉子啊 fork 就這樣記 就記起來了 第八個 fork 哎呦 fork跟fork 差一個字 那我要怎麼去解讀 一樣 for 踢 用來踢人的 那就是什麼 堡壘要塞 堡壘要塞就是要把自己顧好 把別人踢出去嘛 所以用來踢人的 我就for 踢fork fork 就是堡壘要塞 這是我自己的技法 這場戰爭中 這要塞完全被摧毀 the fort was completely 完全的 destroyed 被摧毀 in the war 在戰爭裡面 was跟destroyed 就是逼動詞加pp 被摧毀 被動於泰 in the war 在戰爭裡面 那完全地 這個completely 就是副詞 用來形容 被摧毀 第九個 fracture fracture 我覺得不太好記 就是我會把它記成扯斷 因為chr chr有那個扯 扯的那個感覺 fracture fracture 這邊有一個折斷 斷裂 fracture 那通常有這個k 這個發音 它跟斷裂比較有關係 我講另外一個 另外兩個字就知道了 break break 是不是中斷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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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休息時間 break time 有沒有 take break 休息一下 那個break 它也是一個k的發音 所以這個fracture 就可以想成斷掉 這是怎麼斷 這個k是斷嗎 怎麼斷扯斷 折斷 chr fracture 在這次意外中他的頭破裂了 在這次意外中他的頭破裂了 扯斷或是斷裂或破裂都是這個fracture his head his head 他的頭 was fractured in the accident in accident 是在意外中 所以這個也是被動語態 was fractured pp過去分詞 was是B動詞 我剛剛講到還有另外一個叫crack crack 裂痕 好像牆壁裂痕叫crack 那這個fracture主要是大部分用在骨頭 人的骨頭的斷裂 所以我有一個技法就是f f把它想成皮膚的膚 皮膚下面的骨頭扯斷了fracture 那就是人類的骨頭斷掉這樣fracture 所以他比較用在人的骨頭斷裂 第10個fragment 碎片 這是破掉的玻璃杯的一小片碎片 this is only a fragment of the broken glass broken glass就是破掉的玻璃杯 其中的 the of 一個碎片 a fragment fragment 那我怎麼去記這個碎片呢 fragment 扶一個門 因為你人太重了 所以你把那個門上面的玻璃弄破了 所以扶個門 fragment fragment 扶個門 把門上的玻璃給壓破了 所以就變成碎片了 所以你扶個門就會變成碎片 因為玻璃被壓破了 fragment ok 第11個 fragment 我剛講過 fragment 這個要唸成fragment 因為這個u是短音 所以唸起來就不是fragment 是fragment fragment 什麼東西裝滿 第12個off off不用講了吧 這個簡單的單字 這邊有個例句 他把手從他的臉移開 移開他是用took off take off 然後過去是took off took了什麼東西 off 就是他的手 took his hand off her face he took his hand off her face 他把手從他的臉移開 第13個free free不用講了吧 自由解放免費都是free 那個奴隸脫逃 而且自由了 the slave slave是奴隸 escape escape是逃脫 esc 有沒有 esc 就是電腦鍵盤左上角的那個按鍵 esc escape 就是跳脫逃脫 and got free 得到自由了 過去是got got free 好 再來frank frank 自由人 frank也通常常常當成一個人的名字 法蘭克有沒有 frank 其實他的名字就是自由人的意思 france 法國france free等於love 自由引申為i 他講說fri 這個字 通常是等於love 引申為i的意思 像這個朋友 就是表示他是很有愛的人 就是你的朋友 friend frind frind friday 禮拜五 這個常用 afraid 害怕的 afraid 這個字另外一個叫 也是叫害怕 那個字叫scale scale 是不是 這個afraid scale 這兩個字 以前我就記得害怕的 通常都是這兩個字 那這個afraid 和上面的 fri 剛好是 剛好 是分開的 fri 是代表 引申為i 所以他是frai 他把 他把這個r跟i分開了 中間多了一個a 所以他變成沒有愛的 聯想法是這樣 沒有愛的 所以afraid 是變成害怕的 跟前面的這些意思就不太一樣 前面這次比較有愛的 friend friday friday 是愛神之日 星期五 好 這一節比較特別 他講了一些我當初記一些單字的方法 那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麻煩你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一下 或者是點個讚 如果讚數比較多 我就比較知道 這樣子是比較能夠幫助到你的 ok 好 我們下節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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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